喝的比芒果都好 这地方好太多了 好消逸 科姆山对对对 科姆山送给大家 好看吗 还想不想看 叶总诚信苦尽看来 我说实话让我一个人喝 我真喝不下 但是我觉得喝这杯豆芝士很容易的 人越来越多了 现在咱们直播间7万个人 我的天啊 谢谢直播间 谢谢家人们 来这个样子好 我给大家挂个链接好吧 来咱们直播间 我们今天来到哪 来到了北京 为什么来北京 因为我答应了大家明天 我们会和大家分享 给大家开直播分享护肤品 太多人想要了 所以咱们直播间 没点预约的可以点个预约 明天早上10点钟 因为真的很多阿姨们姐姐们 特别的牵挂 特别的想要这一次的护肤品 然后咱们的话也是来到了一个 也特别大的一个工厂 特别大的一个工厂 来吉林 好看好看 到吉林来一段舞 真的呀 这个样子家人们 我跟你们说了哈 吉林可不可以跳舞 肯定是可以的 过段时间 我让今天给大家分享好不好 有没有预约 因为很多人都想要哈 说实话 然后给大家准备了很多福利 也一千多件小礼品 都给大家准备了哈 咱们这一次 对 都给大家准备了 然后今天我们去了这个公司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牛 非常牛 是全国的家人们 就是玻尿酸的巨头 对 家人们你们知道玻尿酸是什么吗 它们是全球玻尿酸 这个 我可以说哈 这个 那个次抛的 什么呀 原创 对次抛原创 然后就说是那个 也不 他们是全全国是 占有量是70% 意思咱们用10个 10个玻尿酸 有7个就是他们敞出来的 然后全球是40% 全球是40% 全国是70%的占有量 10个就有7个是他们工厂 所以说很多大牌 我觉得没必要 为什么 因为大牌太贵了 我直接带咱们指纹家人们 我们直接花最少的钱 咱们就去能够买到 买到最具备性价比的原材料 最高级的原材料 真的 知道知道 扒一下 怎么扒一下 预约了吗 家人们 预约了打个预约 我看一下预约的人多不多 天哪 你真的要了我的命 你真的要了你 横点砍 放心家人们 你们说砍 这个样子 我问一下 你们想要什么东西 你们打的工历上 我明天好给大家争取一下 好不好 家人们 因为今天还有一天的时间 今天我们可以统计一下 家人们你们到底想要啥 我明天就逮着啥 狠一点 真的得狠一点 你预约 预约了 这么多人预约了 我的天 好多人预约了 行 预约了就好了 天哪 太难合了 你们有想要的吗 想要什么 他们说想要眼磨 眼霜 哇 有100个人预约了呀 我的天 这么多人 200个人 好多人预约了 家人们 你们可以点我主页预约 盒子下面都可以预约 眼霜面膜口红 这么多 行 几年来 你统计一下 他们明天想要啥 你全都统计一下 我明天给大家好好的砍一下 争取一下 放心吧 几年 你先砍 我再砍好不好 你先砍我再砍 口红眼霜 面霜 好的 这样家人们 我给大家准备了很多福利 1000多份小礼品 里边有口红 也有很多 就直接不花钱的那种 也有 哪怕你们来玩也可以 就去抢抢福袋 去抢抢免费的 也没关系 或者来学习学习知识 护肤品的知识 明天 今年也会 写人家和品牌方一起给大家介绍 这些 以后不会 画的 家人们 口红补水的 今年你快记录一下 口红补水的 防皱的面膜 你快记录一下 抗衰老的 好嘞 家人们 我知道了 抗衰老的 我一定给大家多争取 ok 今天你行 这个样子 家人们 你是这一次来北京 也不是第一次来了 我也带你来过 对不对 这是首都这边 你来到这边 你感觉怎么样 嗯 我觉得这边的人都好优秀 好优秀 好优秀 那都是咱们一些朋友嘛 对呀 而且他们都好厉害 这边 这边住的好多都是 卡了呀 我就说我人咋卡掉了 你就结果卡了哈 我先咱们直播间 七万九千个人了 马上八万个人了 这么多人 我的天 抗皱的 行 家人们包在我身上 说话算话 行 那坐吧 随意坐一坐 人家这个舞蹈其实也挺好看的 你看人家 要把手机放肘 没事 我吃两个 我随便吃两个 我刚刚喝那个豆子 我现在嘴巴里真不是味 这嘴你 我闻一下呢 不行不行 我怕你闻了这一次过后 你以后 你就嫌弃我了 我怕 真的有 真的呀 你以后嫌弃我了 咋办 那怎么办 小姑去洗了 我说实话姐姐 你以后嫌弃我了咋办 不会的 补水净化 放心吧 家人们 明天早上 有的阿姨 人家一直刷屏 一个姐姐她说要洗面奶 家人们 这个样子 我说实话 我们这一次来 所有东西 一定是 特别特别的 具备性价比的 一定一定 放心 家人们 我狠狠的去给大家争取 好不好 因为说白了大牌 他为什么大牌 他卖个品牌 对吧 实际上他原材料很便宜的 人家这个是直接是原材料 No.1的一个工厂 咱们直接拿 又给大家最好的原材料就够了 叶总已经在努力把你们争取了 家人们 就是比明星的都还要给家人们 整个网络上 我相信我这一次去 我答应大家一件事 家人们 我答应你们一件事 我今天给你们答应 我们一定是整个网络上 没有比我们更便宜的价 我相信我有这个信心的 我明天 好不好家人们 我还是有点把握 为什么 因为咱们这个做生意做这么多年了 对吧 包括还有小吉年 小吉你放心 你该去争取 你给大家去争取 知道吧 整个网络上 整个现实生活中 没有比咱们价格 咱们的福利 更具备性价比了 好不好 这个我可以答应咱们直播家人们 然后这个 但明天我尽量 我一定 我还是挺有把握的 明早十点 大家 这一次错过了 可能以后就再也没有这种机会了 没有这种机会了 还有一杯小锅 夜总是人惊 什么我哪是人惊讶 我今天 那行 那你拿着吧 你播一会 行不行 我让今天和大家聊聊天好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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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哦 好多人呀 现在咱们主要多少人 天呐我以为你要干的那个 有八万人吗 八万三的人呢 哇这么多人 好多人呀 欢迎晚上好 叔叔阿姨哥姐们晚上好 晚上好 嗯 喜年的如 这个夜怎么把你们争取我的话 我都不敢说 因为人家是一个 算是在这个 这个球上 家人们是第一个 知道吧 所以的话 他肯定 就是我肯定不敢砍 然后你叫夜总 不敢砍 砍砍砍砍砍砍 你过哪天去天津的话 你还要就回来呢 我这么陪你来 我反正要我后天早上七点多到天津的话 你等不等我吗 你等不等我 我可能和夜总 那你跟夜总你走吧 那我到时候直接天津飞回去就行 哇塞八万五的人了 家人们好多人呀 然后今天晚上播的有点晚 真的播的有点晚 今天你要锻炼自己 好的 到时候 呃 叫夜总 给家人 争取一下 我的话 我觉得 呃 家人们想要的比较多 看到没 呃 你冲烂的那个视频 太震撼了 是的 我当时挺害怕的啊 家人们我真的挺害怕的 但是 我想到啊 因为有 安安的朋友呀 这些都在一起玩这些 然后的话如果我胆子很小 一直扭扭捏捏的话 我觉得不怎么好 所以我直接就 穿着就 安全那个救生衣 我就直接跳进大河里面 齐年真的太勇敢了 说实话他真勇敢 他比任何人都勇敢 比我都勇敢 为什么呢 因为我的话 呃 也是失败了很多次 我也站 站起来了 但齐年不一样 他一个女孩子 在这茫茫大海之中 他水深都是几十到百米 我的天 他第一次见大海 就敢第一次去拥抱大海 我觉得真的 今天你太勇敢了 没有 他直接 他说 他其实他去做之前 因为他很害怕 他说 哎呀 他说 不会有鲨鱼啊 他说安安 会不会有鲨鱼 待会儿摇我呀 待会儿摇到我的脚那怎么办呀 待会儿鲨鱼把我摇着跑了 把我往下拽 你会不会来救我呀 我说你放心 如果有鲨鱼 我就第一时间 我就冲下去 对吧 我帮你收拾他 嗯 好吧 好的 对 他其实是很害怕的 所以说我觉得他勇敢 他这么的害怕了 他还敢去 对吧 明天你砍这档子也要大 我不敢 对 我尽量家人们 我会尽量的 先来点什么 我想一下吧 家人们 这样我看一下明天先来个什么 先来个你们喜欢的 到时候我去看一下 好不好 家人们 就刚刚你们打字的那里边 我挑一个 比较特别好的 我好好砍一下 挑个他价格贵一点的 咱们狠狠的给他拿一刀 好不好 就挑一个挑好一点的 砍到三则 两则 直接给他砍到骨则 对 会有福利的 到时候福袋里面会放一千多件 四刨有吗 肯定四刨是有的 因为四刨他们是全 那个家人们就是求那个 远串 他是 四刨 嗯 家人们点点小赞赞 然后你们没有关注的 可以预约是明天早上10点 天啊 早上10点钟 明天我陪你一天 后天早上我就直接飞天津了 我就直接到天津 你明天真的要陪我吗 我才不相信呢 我说答应的陪你就陪你啊 好吧 我答应过你的什么时候没算书呀 下一次你出差我陪你 没关系 我明天到天后天到天津之后 你就跟老板一起吧 我到时候就自己自己回四川 你说什么呢小伙 我怎么不能 今天他不跟我一起 他跟谁一起 我就是那意思嘛 你这个什么意思 你为什么要说出来呢 他就是他刚才跟我说 他就想黏着你头 什么叫想黏着我 他想黏着你 你再这样说 我就让你再喝一杯豆汁 你信不信 叫你砍到一则 啊 一则 一则砍不到的话 那不行 可以争取多争取一点东西 家人们我说实话 那一则 那你把人家那个 那咱们现在直播间9万多个人 你们一人去买一份 那人家公司不得破产呀 那一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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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天哪 我估计 悬 但是我放心 你们放心 一定让大家满意 一定让大家满意 太有心了 也说实话 我们这一路真的 这从乐山到达北京真不容易 我们先从几年从乐山到了成都 成都 然后取消了我们的高铁 因为大雪 北京天气很差 没有飞机 没有高铁 我们只有东转西转到处转站 转到了其他地方 又到了到达北京 就这样转 来回折腾 然后折腾了很多次 然后终于我们现在才到达北京的 哇 好多人呀 天哪 这么晚了 9万多个人 我的天 现在都10点半了 还有这么多人 10点半了 还有这么多人 家人们 你们平时睡得晚吗 明年中午有吗 几年中午 赶得上吗 中午的话应该在吧 家人们明天中午应该在 你们 然后到时候可以 就是先预约 预约的话 他是有提醒的 明天早上这一次机会 家人们 我说实话 大家可以多囤一点 为什么 因为这马上过年了 这次机会错过了 可能再也不会有了 为啥 因为这次我们去的话 是他们这公司的老总 来接待了我们 真的是人家很诚心 就为什么咱们要一起的 因为他们是 说白了宣传自己品牌 但真的 他一点钱也不赚 他一点也不赚 甚至是要倒亏 甚至要亏本 我们因为我自己 让我的这个 我专门请了有评估师 把他的成本 都给评估过了 我决定就是 拿他们的成本价 给到咱们直播店 说一下 真的 我就准备这个 今天去看了 确实挺牛的 但是公司 肯定是特别大的公司 真的是全球 这个全球的 这个 太棒了 叶总 左手是什么东西 问你左手是什么东西 我刚刚吃这个 左手是你的 那个呀 怎么了 左手是啥 没有 他们在问 评论区 我在吃这个西瓜 因为这个豆子太难吃了 哎呀 这豆子真的是 我从来没吃过这么难吃 真的有人会喜欢吃这个豆子吗 家儿们 气垫有吗 真的有吗 气垫我明天看一下 他爷爷奶奶喜欢喝 天天不得不 家儿们 行吗 明天我们开播 你们直接把你们想要的东西 打在工地上 好吧 明天开播你们就直接打 你们什么打的最多 我就直接安排啥 我直接 真的 我带今天 今天你这个样子 你自己要学着给人家讲价 真的 好的 慢慢来吧 今天慢慢培养好不好 有个过程 有个过程 真的 这个 我的一个阿姨说她用了几年了 用了几年 我今天给她拍了个小视频 他们说 这都用了几年了 叫我给帮他们带回来 我说北京这么远的 我怎么带的回来 然后她就说你给我带一点回来 我说你自己在直播间蹲吧 我说人家这个的话就是说也不缺顾客 什么 我也拿不到这么多 所以只有在直播间自己抢 什么品牌 我这样告诉家人们哈 明天就知道 国货前三的品牌 国货前三 护护品的前三 国货的前三 你们知道什么品牌吗 大品牌 懂吗 大品牌 他是做什么品牌的 他品牌其实都其次 他最牛的是他的工厂 是给所有的比如说什么S萌兔 什么贺蒙娜 什么海南萌迷 什么这些东西 供原材料的 知道吧 咱们直播间们 别人拿原材料过去 人家就可以翻个十倍卖 咱们不一样 咱们给大家开直播 给大家分享的目的是啥 让大家就用原材料的钱 直接买到什么 真的 这就是咱们的目的 对不对 我说实话 不然咱们没意义 我希望帮到大家 所以说我们才真的 这一趟过来给大家争取 希望能够帮到咱们直播间所有的家人们 所以说才来的 不然这些事就没意义了 如果价格砍不下来 我说实话 明天我去了我直接就走 我直接走人 如果砍不下来 这个里面到底是什么 问一下 因为价格贵了没意义 对吧 家人们你们明天看 你们觉得可以 你们到时候就打个支持 好吧 我就明白了 我觉得价格合适了 是斗姿呢 支持过货 对对对 来家人们支持的打个支持 好不好我看一下支持的人多不多 支持国货的打个支持 现在咱们直播间10万个人了 这么多人 支持哪个支持 这么多人支持 行家人们 那咱们就拭目以待 好不好明天早上10点钟 也没点 预约的点个预约 直接到咱们主页里边点个预约 点我的信息个人信息 然后主页里边点个预约 预约就好了 支持 支持 哇我的天 好多人都在用这个 好多人支持呀 人家他们 就是公司里面的老员工 很多都自己都在 支持支持 我给几年准备了 包括小胡前几天贴了一下 他都说特别的好 我给几年准备了很多 他给自己留了一部分 给他妈妈拿了一部分过去 他妈妈可开心了 他妈妈 哇我从来没用过这么好的化妆品 真的 家人们我们现在在微信视频号 因为现在斗斗有倒播的 那个不是我们 我们现在微信视频号10万人 10万人 对 现在咱们主播间10万个人 支持 这么多人支持 哇真牛 行吧家人们 这么多人支持 咱们就今天晚上可能要早点休息 早点休息 这样吧家人们 我问你们个问题 想听歌吗 想不想听歌 下次唱吧 下次唱 下次唱 为啥呢 今天轻轻的和你一首可不可以 这样小胡 给你一个机会 你今天合唱一首 好 上唱什么歌 你们说 可以吗 合唱可不可以今天 可以啊 就随便合唱一首 他们说不听了 不听呀 太晚了 大一首不听 有人说不听 有人说想不听 要不明天直播间吧 你们想听吗 想听我就争取一下给你们 明天吧 明天吧 明天还是今天 我看一下呢 今天累了 早点休息 他们说困觉 困觉了 哎 今天呀 可以吧 那我们就 我们唱首 那我们唱首吧 再结束在美好的歌声里面吧 今天你会吗 10点 什么歌 我们的老歌去吗 不玩脸没回头吗 我都要听吐了 那就换一首吧 来吧 什么歌 你说 真的啊 我们今天来 今天来到北京的第一首歌 从来没在北京唱过歌 今天的话唱一首 唱什么你想 你说吧 你说 今天嘛行 今天那就今天 太想念会不会 没回那个吗 那就这样吧 嘴巴嘟嘟也行 嘴巴嘟嘟他们都听过了 那首歌呢 月亮代表我的心 会不会 可以 会吧 那我那班也怎么 想不想听 家伙们 月亮代表我的心 我让今天给大家唱一下 这首歌特别好听 谁的班子 叫做什么邓丽君的 行呀 今天想听行吧 那这样家人们好不好 那你们答应我一件事 你们今天答应我一件事啊 既然大家想听可以 那咱们就伴随着吉林和小胡的歌声 咱们就休息了 好吧 我也希望大家早点休息 因为十点半了 太晚了 我不希望我的家人们你们熬夜 真的 那熬夜那有黑眼圈呀 那对身体也不好呀 对不对 那我们唱完这首歌曲 送给咱们直播间所有的家人们 就早点休息早点睡了 好吧 这首歌是今天来到北京的第一首歌 特别好听 月亮代表我的心 好吧 今天北京有月亮吗 一般今天有没有月亮 夏着雪呢 你看一下这边 来吧 那就 那就 咱们就 只来一首哈 咱们现在在抖音平台 没有在任何 我们现在在微信 我说错了 等等 我们现在在微信 家人们微信平台现在十万七的 说错了 我说错了 然后定位是在北京 家人们 然后如果看见在抖抖都是假的呦 不是我们 咱们现在在微信视频号 咱们明天也是在 现在还在吗 你看 明天也是在微信视频 微信平台 微信平台 家人们 微信平台 记得哈 好吧 行 小胡 人家说你唱不好 回去接着洗脚 来来来 接着喝透枝 这个样子 小胡 你如果 家人们这个样子 我们今天还有一杯 我喝了一杯 小胡喝了一杯 如果小胡唱不好 咱们就让他喝了 好吧 你们觉得好 大哥好 好不好 如果小胡 如果待会你们来评价 你们说唱的好 我就不让他喝 你们说小胡唱的不好 咱们就罚他喝一杯 可不可以小胡 哈 因为今天我们给你个机会 让你在直播间展示一下 然后你就答应这个条件 就是说 你如果家人们说你唱的不好 那你待会就把这个干了 我待会来统计 非得唱这首吗 就这首歌吧 这首歌好轻一点 还在不在 天呐 阿姨们 你们是不是故意搞我呀 阿姨们 你们是不是故意搞我 小胡说实话 她这小姑娘其实挺好玩的 咱们可以在直播间 她可以开开玩笑 互动互动其实也行 来小胡 这些阿姨们故意 我先唱了呀 小胡 人家说你唱的不好听 喝豆滋 不应该吧 我问一下家人们 小胡唱的好听不好听 不好听 她就只有把豆滋干了 你们说好听就好听 对 说实话 不要说假话 因为咱们不能让她白喝 真的好听就不让小胡喝 好听真的 打个好听 好不好 这个太难喝了 对确实有点难喝 好听吗 好听呀 这么多人说好听 行吗行吗 谢谢 好 你小胡唱的好听 那就几年喝 开个玩笑 几年 别当着 别当着 谢谢阿姨们 谢谢阿姨 我起的烧个天呐 就是我就真的被下喝这个给喝吐了 看马娘今天下的来今天给大家表演一个喝豆滋 嗯 不 开玩笑看玩笑家人们 好行 这个样子你给大家道个晚安 好吧 晚安 晚安 咱们主播间所有的家人们 每点预约点个预约 右下角 左下角点个预约 或者点进主页点预约 每点关注点关注 好吧 咱们主播间所有的家人们 明天早上十日钟 不见不散 好吧 拜拜 拜拜 晚安 晚安 大家早点休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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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